嗨,你好,我是瑞希 走了很远 才终于有机会 站在你的面前 电影《芳华》里有句台词说 他们从未结婚 却带人温和 为此 相为一生 我们总是在说 两个人的感情 在乎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要在对的时间和地点 遇见对的人 但遇见之后呢 遇见你之前 我为我们的开场 准备了好多遍 遇见你之后 我为我们的未来 筹备了好多年 爱情来得悄无声息 我离开以后 还是形影不离 我的一个朋友文心 在游戏中找到了男朋友 他们本来是非常要好的一对 他在游戏中辅助她 他在工作上鼓励她 后来 文心在游戏当中切换了角色 游戏结束之后 我在她的声音中 隐约听到了哭泣声 后来我问她 是因为我们赢了游戏 而激动到哭吗 她说 她之所以在游戏中辅助她 是因为她想用 男朋友喜欢的角色 讨她喜欢 现在他们分手了 她就可以坦然地 用自己喜欢的角色 他们分开的那段时间 互相思念对方 却不敢回头 他们分开的那段时间 互相在意对方 却假装不关心 但喜欢一个人 又能藏得住吗 后来他们还是和好的 爱情在他们中间 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不分手 还不知道对方有多在意 爱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游戏 我们很难说清 这场爱情的事与非 对与错 但在我看来 爱情是恋爱时的甜腻 爱情是分开后的想念 是你我心中 已经默认的后来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他牵手时的试探 他撒娇时的可爱 他拥抱时的心跳 他吃素时的生气 都在不经意间 暴露在对方面前 他喜欢他 他也是 我们要跨越多大的障碍 才能一起 找到属于我们的未来 电影《一代宗师》里 有句话说 狼心自有一双脚 隔山隔水 会归来 单身久了 习惯了孤独 电影对未来的那个他 有所期待 我们总说爱情 不是找来的 是要等来的 但 等来之后呢 我的朋友米丽 和她的男朋友 是一地恋 经历过一地恋的人 一定知道 他们的爱情长跑 有多辛苦 米丽站在楼上 看楼下的情侣 拥抱和接吻 她的男朋友 在另一座城市加班 下班回到家以后 也不见有热菜 和八宝粥 一地恋的分手比例很大 大到一个人 不能设身处地地 感受另外一个人的 忽冷忽热 但他们俩最近 领结婚证了 米丽说 她要来她的城市工作了 所以两个人 就在一起了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在一起了 要跨越很大很大的障碍 才能一起找到 属于我们的未来 那么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愿意和你一起 面对未知 和意外 我想和你在一起 是 一辈子的那种 恋爱的心中里 有这样一句台词 你是不同的 唯一的 柔软的 干净的 天空一样的 你是我温暖的手套 冰冷的啤酒 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 你是我 日复一日的梦想 你说我很难用言语 表达出来的喜爱 是我执意 捧在手心里的存在 她问她 最好的爱情 是不是我在床上 放在锅里 她说 不是 最好的爱情是 你在我怀里 这是我的朋友 小伟和他女朋友的 聊天截图 他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至今 仍然会时不时地 在朋友圈撒狗粮 后来小伟在留言里 回复说 也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他们的日常 想和对方在一起 会忍不住和他 规划两个人的未来 会和朋友 在一个被遗忘的节日里 给他一个惊喜 也会在被人忽略的 小细节里 填满 诚意满满的爱 好的爱情就是 我想和你在一起 一辈子的那种 我终于有机会 站在你面前 你惊讶 你微笑 你不知所措 这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我真的走了 很远很远的路 才走到你面前 那么 不管未来是不堪 还是梦幻 都请让我 陪你一起 走下去 可以吗 我认为你 我那种 我愿意 你能复你 你不服你 我 choices